北宋灭亡该宋神宗负责吗 他是什么样的人 王安石变法为何失败 原封改制起到了什么作用 五路伐下为何失败 他是怎么死的 为何他的妙号为神宗 宋神宗赵虚 1048年5月25日 生于汝南郡王赵云让的王公邸墓亲宅 宋英宗长子 母为轩人圣列皇后高氏 宋朝皇帝出生 有一项已成惯例 神宗出生时的祥瑞为 祥光赵氏群属吾色气成云 出生四个月后 宋人宗为其赐名赵仲贞 收律府复律 三千至六千牛尉将军 年幼的赵仲贞就不同于一般赵氏子孙 他时刻记着祖宗收复燕云十六州 凭西北党项的愿望 立志要学树士兵拜之池 少年时就想凯然兴大有为之志 思域问西北二境罪 同时他手里千公是个符合儒家标准的孩子 嘉佑七年八月初四日 他的父亲被立为皇太子 改名赵书 嘉佑八年初 他和父亲一起住进了庆明宫 他的格式储君之位 几乎已经没有悬念 据记载他曾经梦到神人把自己捧到天上 三月二十九日 人宗驾崩 四月初一日 他的父亲成了皇帝 十六日 十年十五岁的赵仲贞被封为安州观察使 光国公 四月 他和两个弟弟开始在东宫读书 他心中有强国梦 于是逐渐倾向法家复国强兵的学说 推崇韩非子 法家的改革进取 法 术 是相结合的加强君主专制的思想 对赵仲贞影响颇大 这一时期 通过上仁宗皇帝言试书 赵仲贞对王安时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英宗继位仅半年 就封赵仲贞为淮阳郡王 改名赵虚 四年六月封颖王 立储程序趋近完成 至凭三年三月 赵虚许以故宰相 相敏中孙女为夫人 十月 英宗病重 十二月 赵虚被封为皇太子 至凭四年正月初八日 宋英宗驾崩 十八岁的赵虚于当日即位 是为宋神宗 四年改元悉宁 两日后 曹太后被尊为太皇太后 英宗高皇后被尊为皇太后 韩祁 曾公亮 复辟 曹义等得到重用 至凭四年二月 向氏被封为皇后 宋朝第四位摄政的太后 养成中 初登基的赵虚 面对的并不是满眼锦绣 而是入不敷出赤字累加的河山 当时的北宋农兵 农官 农废 三农问题 已经不容忽视 英宗置平二年 国家财政赤字 已达1750余万 英宗的改革力度不大 加之时间短 几乎没有什么成效 面对了膝下的威胁 年轻的赵虚迫切想要改变现状 他先问寻德高望重的司马光 得到的答案是论皇帝的自我修养 再问主持过清理新政的复辟 得到的答案是二十年不言兵 引王前抵的蜀官韩维 孙勇等人崇拜王安石 此时 韩维再次加深了赵虚对王安石的印象 王安石的改革主张 深得赵虚惜意 一步到位 历然惹人非议 为了慎重起见 赵虚对王安石逐步升迁 先用他为江陵之府 仅过了几个月 就召为汉林学士监事奖 西宁元年四月 赵虚正式召见王安石 对他提出的治国要先确定革新方法 效法尧顺 简明法治的主张 表示认同 西宁二年二月 赵虚任命王安石为参之正式 主导改革 史称西宁变法 俗称王安石变法 王安石的理财方法前所未有 且在他当地方官时 就小范围试验过 并获得了成功 但在大规模推广时 出了他本人意想不到的问题 在地方 地方官为了政绩和中保私囊 私自改自愿为硬性规定 清苗法 免疫法等新政在推广时变了位 反倒成了百姓的负担 使得穷户更穷 户户也变穷 在朝中 以王安石的密友司马光为首 许多官员反对变法 他们固执地认为 王安石的理财 只是变相地增加赴税 更有重臣列举新政弊端 上书赵虚 此时的赵虚认为 守旧派无所作为 支持王安石 但赵虚并非一致坚定之人 在守旧派一轮轮攻击下 动摇了 没能力挺王安石到底 部分新政没能如预想实施 西宁三年 司马光三次写信给王安石 要求王安石废弃心法 恢复旧治 王安石回信 对司马光的指责逐一反驳 并批评是大夫阶层的依循守旧 表明了坚持变法的决心 西宁四年 王安石改革了科举制度 废除师父辞章取士的旧治 恢复以春秋三传明经取士 童年秋实行太学三设法制度 童年 有百姓为逃避保甲法 竟然自断手腕 王安石认为应该坚持变法 赵虚认为应该听听百姓的想法 君臣兼有了意见分歧 西宁七年春 天下大旱 年延十个月 监安上门政辖 经过长时间的考察 画成了流民图 上书赵虚 皇帝看到图 彻底被动摇了 在守旧派大臣 全力弹劾王安石的同时 太皇太后曹氏和皇太后高氏 也表明了不支持变法的态度 赵虚思虑再三 将王安石罢下 后来 郑霞探明真相 向王安石道歉 但也于是无补了 变法派内部也为争权 发生了碾压事件 王安石曾短暂呼响 但无力压制内部争斗 几亿年 西宁九年 王安石多次脱病请辞职 终于在当年十月离开巷位 此后 新旧党依然对立 客观上党争加剧了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有很多因素 参考五百年后的张居正改革 王安石变法前 没能先整顿励志 以及皇帝的不坚定 是其中最主要的两条 王安石辞职的第二年 赵虚反思变法的疏漏 他改缘元峰 开始对陵官下手 史称元峰改制 赵虚适当合并机构 裁检官员 使官员名实相符 有之有权 设立中书 门下 尚书三省 同管中央行政 六部明确执权 各司其执 皇帝的权力 也远胜之前数十年 赵虚还统一规定了 官员的薪金 与实务挂钩 提高了官员的积极性 这些举措有积极作用 缓解了冗官问题 成了后世宋朝廷的基本格局 实际上 皇安石变法是有成效的 变法期间 兴修水利一万多处 耕地达到七亿亩 清苗法在宏观上帮助农户 度过清皇不戒的时期 减缓了土地兼并 刺激了农业生产 其余各项新法 也都帮助增加了朝廷财政收入 宋的积弱 积贫有所改善 军队的战斗力 也有了明显加强 也因此 赵须有了用兵的资本 西宁五年五月 在王安石的支持下 由王少主持 宋军先后收复了党 爹 陶 民 和 林六州 用以抑制西夏 使称西河开边 这项举措 一直延续至北宋灭亡 同时 湘西得到了开发 宋朝冗兵 在仁宗朝达到巅峰 战斗力严重下降 不提辽和西夏 连南边的交纸都实时犯兵 西宁八年九月开始 交纸军攻占了宋靖古万寨 一路挺进 四年正月攻占雍州 西宁九年二月 赵须任命郭奎 燕达统兵五万反击 收复失地 同年十二月十一日 宋军攻入交纸境内 破交纸巷镇 交纸军溃逃 宋军一路逼近交州 宾交纸将舰团全部聚集到南岸 宋军无法渡河 就涉服幼敌 交纸重击大败 太子战死 十二月二十一日 交纸王李前德割地求和 郭奎接受降书后 班师北反 元峰四年 西夏会宗李炳长不甘心当傀儡 与将军李清秘义 愿割地与宋义和 借助宋的力量夺权亲政 失败 李清被杀 李炳长被掌施权的梁太后 皇族率兵与梁太后对抗 国中大乱 七月 赵须得到消息 认为机会难得 不听通知书密院士孙顾劝告 把兵三十万 五路攻下 京元路 刘昌座部与环庆路 高尊玉部 何取灵州 何东路 王中正部与 敷衍路 崇厄部 先下下州 再攻淮州 最后四路 何攻兴州 西河路 李县部 攻兰州 并防备辽插手 同时 妖土拨董瞻出兵渡黄河 攻凉州 牵制西夏 右乡兵力 李县虽是宦官 但战绩可圈可点 起步九月初二日 攻占兰州 随即铸城 而后奉旨继续挺进 再去吴山 天都山 满丁川 连败西夏军 并捣毁 李德明所建 天都山南谋宫 赵须采纳李县建议 于四年正月 改西河路为西荷兰汇路 战略前沿 已经逼近灵州 西夏军奋力死守 李县部止步 崇厄部在吴定川大 拜西夏 以以为傲的铁药子军八万 米之寨投降 举国振奋 崇家军树立了赫赫威名 拜于崇厄的西夏统帅梁勇能 想趁宋军后方空虚 齐袭延州 不巧 守成的是著有 孟西彼潭的宋代著名科学家沈阔 他派千人带十万粮草 一兵诱敌 用数千老弱击退 梁勇能亲率的数万精兵 之后 西夏不敢正面应拼 于是兼壁青也固守 宋军马匹不计 挤养运输困难 号称带皇帝亲征的宦官王中正 所带粮食不足 且河东军延误了十日 储备耗尽 他原想调崇厄部粮食 但崇厄因战功已不受其节制 早已奉军命独自领兵攻下州 王中正杀粮冒功 仅小声一场 由于无良只好退回延州 途中因饥饿减员三分之一 占领米之后 崇厄部再深入 连下石州 下州 银州等地 补给问题越发严重 又遇大雪 数万将士动饿而死 崇厄被迫撤军 高孙玉迟迟不到 刘昌作决定独自先行 他的父亲刘鹤在仁宗年间的定川寨之战中战死 此次他身怀国仇家恨 作战英勇 强渡葫芦河夺取爱口 而后攻取乌沙州 决到了西夏玉仓 得两百万弹 解了燃眉之急 十一月末 满载着物资 刘昌作兵为灵州 即将攻破城门 一战攻城 此时 有权截至刘昌作的高尊玉到了 下令停止进攻 高尊玉为高太后伯父 他为强攻 不惜一物战机 抬挤刘昌作 强攻灵州十八日 却不下 西夏大将仁多灵丁 绝和堤 水淹宋军 刘昌作 高尊玉两部被迫退回 听到宋军灵州战败的消息 李宪部有序的退回兰州 损失最小 其余四路败兵退回 延州城下一片混乱 特别是王中正部毫无秩序可言 为免逃兵作乱 沈阔斩杀了率先带队逃跑的 崇厄部刘归人 同时派大将取真率军出赛 声东击西 击退西夏追兵 五路伐夏以失败告终 损兵二十万 并遭到辽方谴责 照须懊恼不已 原封五年七月 位置西夏 众议在进取恒山驻城 沈阔建议在石堡 崇厄提议在寅州 新调任截至敷延陆军事的徐席主张在永乐带 赵须采纳徐席建议 驻永乐城 八月十四日 工程完毕 旋即九月初九日 西夏已重兵三十万攻永乐城 九月二十日 城破 徐席等迅国 部下官员 将校伤亡二百三十余人 宋军损兵万余人 民夫工匠损失二十余万 德西战报 赵须临朝痛哭 他从此不再严兵 继续沿用仁宗与西夏的庆立合议 赵须雄心受挫 精神受到严重打击 身体逐渐不好 原封七年 赵须四书名 司马光耗时十九年 所驻编年体通史 资质通建成书 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展 和右闻风气 在著书过程中 起了很大作用 原封八年正月 赵须病重 八岁的第六子赵雍 被立为皇太子 改名赵须 同年三月 即1085年4月1日 赵须驾崩 十年三十六岁 史书记载 他驾崩前 宫中出现黑色大如席的怪物 之后 折宗驾崩前又出现 徽宗年间还有 当怪物逐渐不出现之后 北宋王 但此事没有旁证 隐隐是在诉说宋王朝气韵 南宋甩锅 说北宋王于神宗和王安时 问题出在徽宗 一直声称自己用的是神宗之法 以及客观上加重了党争 实际上 徽宗和蔡经 才是北宋灭亡的罪魁 神宗便法位强国 徽宗则是敛财挥霍 父子二人有着云霓之别 宋神宗是唯一一个 嗜号二十字的宋朝皇帝 神字实际上是尊称 亦为文祖之宗庙 当时的司马光 苏东坡等人 乃至后来的蔡经 是不敢在文字上暗贬赵须的 宋神宗赵须 一心强国 敢于改革 集中皇权 但气魄不足 用人偏思 放任党争 是个有为优柔的君主 我是卷书风云润天地 欢迎大家一起来讨论 感谢观看